美国联邦储备局宣布 联邦基金利率维持在2.25%到2.5% 预计今年内不会有升息的打算 但是预料2020年会加息一次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美国目前经济状态稳健 但是预计今年的经济增长会走缓 如果经济和货币市场没有太大的浮动和预期相符 美联储计划从5月起下调美国国债的每月减持量 从300亿美元放还到150亿美元 预计9月底结束负债缩减计划